这头母狮顶着圆鼓鼓的肚子 迈着性感的步伐走到雄狮兄弟面前就开始调戏大哥 只是稍微蹭了蹭对方 瞬间就把雄狮大哥的魂给勾走了 原来这只母狮怀孕了 他需要雄狮兄弟更加尽心尽责地来保护他的幼崽 调情可以提高雄狮的荷尔蒙 让他们充满激情 估计这头母狮是读过孙子兵法 被调戏的大哥也心甘情愿地就开始标记自己的气味 随后 兄弟俩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开始巡逻领地 这两头雄狮是恩赛夫士群的狮王 狮群成员一共有14头 五干成员除了两头狮王 还有三头成年母狮 其他的有九头涉事未深的半大狮子 和一头老母狮 他已经见证了三代幼狮的成长 现在又有三头母狮怀孕 即将生产 这个时候雄狮的责任就更大了 他们是抵御豹子 猎狗 和其他猎狮者的第一道防线 他们在巡逻的时候 会用尿液不断地擦拭自己的后腿 在领地周围形成一道空气墙 以此来警告入侵的猎狮者 从而保护刚出生的幼崽 很快 第一头母狮即将生产 母狮会暂时离开狮群独自生产 等到幼崽差不多一个月大的时候 才会带回狮群 所以选择一个安全隐蔽的巢穴至关重要 如果被猎狗或是豹子发现了 那幼崽几乎是难逃一死 幸运的是这个母亲躲过了危险 安全地生下了一对龙凤苔 刚出生的小狮子大约10厘米长 200克左右 但几周过后就长成了圆鼓鼓的小奶狮 姐姐非常的顽皮 而弟弟就比较胆小 玩闹中姐夫一不小心就把弟弟推到斜坡下 看着弟弟滚了几圈发出奶声奶气的叫忽 姐姐心里似乎在说 哎呀 飞得太用力了 这么高摔下去你都还能爬起来 太厉害了 母狮每次探望幼崽 被猎狮者发现的几率就会增加 所以母狮会经常转移幼崽 今天母狮把幼崽转移到了树上 猎狗不会爬树 而附近也没有豹子出现的踪迹 可以说非常的安全 很快 另一头母狮也即将临盆 它是一头年轻的母狮 可能是第一次当妈没有经验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它把小窝选在河流附近 河流会吸引许多的动物来喝水 其中也包括豹子和猎狗 这两个都是狮子的死对头 就在年轻母狮回巢穴探望幼崽的时候 它发现了巢穴附近有一只豹子 母狮非常的紧张 不知道幼崽们是否还活着 这头母狮的三个幼崽被猎狗吃掉 它趴在小窝前发出痛苦的哀嚎 这是它第一次当妈妈 错误的选择让它付出了 失去骨肉的惨痛代价 就在刚才 这头年轻的母狮回巢穴 探望刚出生不久的幼崽 却在巢穴附近发现了一头豹子 出于母性的本能 它为了保护幼崽 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而这头豹子并没有发现母狮的幼崽 它只是在专心地捕食猎物 却被半路杀出的母狮吓得直接爬到了树上 赶走豹子后 年轻的母狮回到了自己的巢穴 但巢穴里面却空无一失 幼崽们都不见了 它只闻得到猎狗的气味 而不远处的猎狗正在草丛中啃食着什么 看见母狮 猎狗灰溜溜地离开了 它在草丛中不断地寻找孩子的踪影 却什么都找不到 经过了几个小时后 它绝望了 伤心地趴在小窝前发出痛苦的哀嚎 狮子低窝幼崽的死亡率是很高的 这也是它成为母亲的道路上痛苦的经历 产下双胞胎的母狮 已经把自己的儿女带回了狮群 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年轻母狮也回到了领地 它看着这两个小家伙既羡慕又嫉妒 朝着他们怒吼了一声 此时的它只想自己安静地待一会 姐弟俩看着这个脾气火爆的阿姨也不敢吭声 熊狮回到狮群后 两个小家伙第一次看见自己的父亲 非常的好奇 走上前去学着老爸的姿势趴在地上看着他 熊狮没有理他 继续装睡 不一会这个小家伙就挽起了老爸的尾巴 显然他的老爸不想给他玩 于是他又走到叔叔面前 玩弄起了叔叔的尾巴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成年狮子的尾巴无时无刻不再吸引着幼崽 马上 这头年老的母狮也要生崽了 作为见证了三代小狮子成长的他来说 已经非常的有经验了 他会很好地避开猎狗跟豹子来选择潮雪 除了猎狗跟豹子外 对于狮群威胁更大的是他们的同类 就在卢安瓜河流的北边有一个强大的狮群 三头年轻的雄狮组合实力不容小觑 而且他们基于河对岸恩赛夫的领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对于正在生产的恩赛夫母狮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这只母狮潜伏于黑夜之中 正准备伏击附近的赤灵 后面的雄狮缓慢地靠近 似乎是想要帮忙 就在这时 一只赤灵完全没有注意到狮子的存在 不知死活地就靠了过去 众所周知 狮子的夜视能力是非常强的 然而这夫妻俩怕是瞎了吧 一只赤灵来到跟前都没有发现 就在距离熊狮两米处 我丢 有狮子 赤灵被吓得撒鸭子就跑 显然母狮蹲 蹲了得近往 然而 更奇葩的事情发生了 熊狮居然把母狮当成了猎狼 结果 这会对着母狮肥美的大妖子上去就是一口 被吓到的母狮上去就给熊狮几个大嘴巴子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把老娘的屎都吓出来了 估计今晚熊狮又得饿肚子了 到了第二天 年老的母狮回到了狮群 而且身后还跟着四只可爱的熊心幼崽 双胞胎姐弟看着新来的四个弟弟赶紧凑了过去 四个小家伙的出现 瞬间壮大了恩赛夫狮群 他们的母亲会共同喂养这六个小家伙 小狮子们出门玩耍的时候 都是排成一字长龙 画面非常的温馨 不过就在不远处 危险正在慢慢地靠近 就在卢安瓜河的对岸 熊狮三兄弟正在蠢蠢欲动 他们就是有名的庞克联盟 他们不仅在数量上高于恩赛夫兄弟 而且还更加老练 身经百战 因为干旱 河流水位不断下降 保护狮群的屏障也随之消失 此时 野心勃勃的庞克兄弟正在南下 向着恩赛夫狮群的领地进发 如果恩赛夫兄弟战败 不仅母狮会被霸占 而且幼崽们都会惨遭杀害 而一公里外的恩赛夫狮群 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却浑然不知 幼崽们还在幸福地喝着奶水 而熊狮正在忙着繁育后代 因为跟兄弟生活在一起 这头熊狮每天会跟母狮交流30次 以确保产下的幼崽是自己的 熊狮发出的咆哮跟交配产生的荷尔蒙 瞬间冲斥着这片土地 恩赛夫兄弟对守卫这片领地充满了信心 激动的兄弟俩又开始巡逻领地 此时的庞克兄弟也感受到了强烈的战斗气息 看见强壮的恩赛夫兄弟 瞬间就被震慑住 其中一个光头眼珠子灯的老大 而另一个愣头愣脑的 瞬间就失去了斗志 或许他们不该打一场未必能赢的仗 于是果断地调转方向 回到了自己的领地 可能恩赛夫兄弟都不知道自己已经下跑了敌人 狮群也再次回复了平静 狮群已经有了新加入的五个雄性幼崽 如果他们都能茁壮成长 不久的将来 恩赛夫师群无疑是一个强大的联盟